大家好,我們來看今天的趙孟甫每日一字 這個悟,錯悟的悟 我們先看凱述的寫法 左邊是一個言字旁 這個 寫過非常多遍了 右邊是一個無 那無呢,其實不是口天,不是口天悟 但是我們只是習慣這樣講 好,這裡要注意一個折痕 這是凱述的寫法 那稍微帶一點形書 當然就這裡流暢度增加一點 左邊的五字呢 言部也是讓它稍微有一種代筆的味道出現 這裡 我們筆畫 都在 但是,增加一些流暢度在裡面而已 再來就稍微省略了 這裡,這個可以看到我們漸漸地弱化 弱化成連貫性 好,然後左邊呢 來看 我們先變成稍微省略的 這個言字 那右邊呢 這裡 變成,省略成天 這時候真的是天悟了 然後再來就是照夢的這種寫法 炎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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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步呢 就變成這 省略的方式 好 再過來 再代筆過來 再代筆過來 寫一個點 這樣子 好 好 好,繼續看一下呢 我們這樣推比較好推 好 這個悟 還可以 我們說 Cotin 5的無字呢 有很多種變化 好 我們首先來看這一種 Cotin 5下面這個天字呢 我們先兩個橫畫之後 兩點分開 不爬上去了 好,這一種 那分開之後 當然 或者像這樣子 可以更連貫 現在書寫會更連貫 可以看到這裡 直接寫過來 好 這樣子 當然這兩種都算 蠻流暢的啦 但是這種是來自原來的 上面天 只是變成塗上去而已 要留意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 既然 Cotin 5的草塑是兩點 當然在這裡可以 天 天的草塑 我們要注意 但是呢 要我們先看一下 這裡 這裡不能真的寫成天 這裡還是要一個折痕 然後底下 這裡是一個天 這要小心 那為什麼不可以 好,我再寫 我寫 寫右邊就好 如果說寫成這樣子 雖然也有人寫 但是非常的不要 好,如果搭配左邊的顏部 這樣還好 我們先寫給大家看 如果這樣是還好 但是呢 問題點就是出現在 我們說會搞混的就是 左邊你如果變得更省略 如果寫成真的寫成天 我們說這變成一個 蟲 蟲淺的蟲 好,所以會混掉 那如果說左邊真的要這樣寫 也可以,但是右邊一定要一個折痕 所以我們再回頭再講一下 如果左邊是這樣 岩部的草書還可以 寫這樣或寫這樣都可以 但是如果 左邊是省略成的一瞥 若寫最簡單的會變成蟲 但是若寫在這裡折一下就還好 因為這裡就是 天吾這一個本來就是折痕 大家比較好辨認,留意一下